哈喽 同行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2023年北京BACS工程机械展柳工展台 我先领大家剧透一下咱们柳工展位装载机的一些展品之后呢 会根据一些有针对性的产品呢 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说 咱们镜头里现在看见的是一台柳工最新款的866 SST 这款车是一个8吨级静液压驱动的一款装载机 首先看到轮胎用的是26.5的玲珑 蝉头也是非常的建树啊 咱们先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之后呢 咱们后期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车视频 看到这游箱啊 写的很明显啊 这个耗能一年节省15个W 展会呢 今年的装载机产品呢 基本有三个路线 第一个是传统内燃式发动机的 第二个就是电动化 第三个就是静夜压 呃 还有一个吧 还有一个是征程式的 额定转量8吨 自重是25吨5 站往前面看啊 这是一台柳工862 属于6吨的SST 这也是一个静夜压的啊 外观的变化不大 但是呢 这个传统系统进行的一个改变 现在静夜压也是每个主机厂这个 接近全地所推的一个技术手段啊 这边还有一个501的一个警战转带机 这个咱们就不看了 咱们再往前走 在咱们身后是一台柳工的大型动态机 8128S 这款车 其实之前咱们呃 在这个通过网络渠道见过这台车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产品呢 经过很多年的更新迭代 相信的产品的稳定性 还会是更加可靠的啊 轮台用的是一个双前的 呃 三五六五二三三的一个轮胎 咱们去走马光滑先看一下啊 急功升华装置啊 特别辣啊 左侧 左后侧 升车啊 大批野机里面有楼空的设计 这个工作装置减重 像产斗里面的能产装的复合会更加多一些啊 抖容量会更加强一些 特别大啊 呃 在我这边看 转过车来 是一台柳工 856SSE E 卖给私家 SSE 就是电动嘛 是吧 续航 350到430千瓦 每小时 续航无有啊 0排放 低噪音 一个环保涂装 一个绿色 这边还有一个柳工的七吨原型产品 870SSE D-max加 柳工的870在什么国产七吨车里面算是相当稳定 而且这个经济性非常好的一款车啊 围灯漂亮 全LED 真妙的啊 啊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咱们把这台车 着重的讲一讲的啊 再转过车来 是一台柳工的820TE 啊 这应该也是一个电动的 这台车特别漂亮啊 一个呃 算是欧洲化的一个后续道啊 流线型特别强 它就特别豪华 嗯 一个长米 这台车 木车 币的长度 现在高度的在3米5左右吧 在网上就要看到你啊 进来就看到我啊 经历多数啊 啊 经历多数啊 啊 经历多数啊 啊 啊 感谢观众啊 嗯 这车架是 还属于是个低顶的 非常适用咱们这个一些对高度有限制的一些室内作业啊 啊 脚接属于是这个居中式的啊 也得类似于咱们之前国产那个 呃 是吧 某款车型 非常漂亮啊 啊 再转过车来 这属于是一个室外演示的一个场地 看见这台车了吗 特别漂亮 特别大啊 牛公8100T1 1麦自家 H1V啊 不要1麦自家 8600 没公平实义 就是一个10度重量机啊 这后期会进行演示啊 是个标致 产斗的斗容大约应该是在 5地方到5.5地方左右吧 五余五啊 这里面待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模拟展示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码头卸货的一个 抓斗 马几发斗 这边还有一个柳公820 S 啊 这款车也是一个长臂 之后是加了一个快换 这产斗是可以换掉的 那是一个无人驾驶的一个位置 看看 柳公产品的一些扶具有多些 是吧 夹着 青草 是吧 货差 飞跃产 这边也是个青草 很多很多啊 这应该是一个碎石的 估计是 那边有清雪的 那也是两头芒的 有工展位 大家还想看哪一款设备啊 可以在评论区跟金勇说啊 金勇 第一时间把这个产品信息传递给你 这位遥控的一个耀导器 22吨 双缸轮耀导器 那边还有11轮 路面摊铺机 这是一个电动的挖机 这边还有个电动的矿卡啊 50吨的啊 平力机 那边还有一个 起跑机 这边有一个哈 9125f 青蛙鸡机 太大了 应该全场最大的 在这边看来 今天展会的人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认为人越少越好 咱们拍摄 这个条件更好一些 这属于是一个无尾的哈 915f f412 这还有一个985f 特别大 这叫939f 相当于一个 36强化 139 小40嘛 咱们有机会啊 还会把这些产品啊 812 HST 还有这个886 HST 还有那个870电动 到时候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啊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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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他右车也能登车啊 我最爱是以为只有左车登车